世界上最能消灭一个人的斗志的就是上司的讥讽,我从不批评任何人,我相信人需要激励才能工作,我总是急于称赞,迟于挑刺,当我喜欢一点就会给予真诚的嘉许,我对赞扬从不吝啬。 施瓦布是这样做的,那一般人是怎么做的呢?正好相反,当他们不高兴时,就对同事放声咆哮,而真的喜欢时,则没什么话说。 那句老话说得好,永远是,一,做错就骂,二,做对也不夸。 施瓦布还说,我生活圈很广,结交世界个体的无数权贵,我从未发现一个人在批评气氛中比在赞赏之情下, 更能全力以赴,成就伟大,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力多大。 他还坦诚,那就是安德鲁·卡奈基的现象及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安德鲁·卡奈基会公开赞赏同事,在私下里也会称赞同仁,甚至在墓碑上,他还在赞赏他的助手们,他给自己写的卑文如下。 这里躺着的这个人,曾经懂得如何把比自己聪明的人聚在自己身边。 真诚的赞赏,是第一代约翰·D·洛克菲勒和人打交道的成功秘诀之一。 比如有一次,他的一个合伙人爱德华,T·贝德福德,在南美投错了资,公司亏了一百多万。 约翰·D没骂他一句,他知道贝德福德全力以赴了,而且事情都过去了,所以洛克菲勒找了一个可以称赞的店,他恭喜贝德福德,保住了百分之六十的本金。 已经很不错了,洛克菲勒说,我们不可能把把都赢。 我的简报里有一个故事,我知道它只是个故事,但它说明这条真理,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下,这个蠢蠢的故事里说,一个农夫累了一天后,把甘草高高地堆在餐桌上。 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面对眼前的甘草,义愤填膺地质疑他是不是疯了,他回答说, 啊,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们会发现,我给你们这些老爷们做了二十年饭了,但我从来没听过一句话,让我知道你们不是在吃草。 几年前对出轨女性做过一项研究,你猜他发现妻子们有外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缺少赞美。 而我可以打赌,如果也能够研究一下丈夫劈腿的原因,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我们常把对方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从不让配偶知道我们欣赏他或他。 我们班上有个学员讲了个事情,他妻子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他参加了一个教会团体,和女伴们一起上自我提升课。 他让丈夫帮自己列个表,弄出六项来,只要他觉得那样改,可以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妻子。 他在班上说,听到这个要求,我很震惊。 坦白说,列六项,我想让他改的地方很简单。 但是我的天哪,他本来可以列一千条让我改的,我没有列任何一项,只是对他说,让我想想,明天早上答复你。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给花店打电话,给妻子订了六朵红玫瑰,附上一张字条写着,我想不出让你改的六个地方,我爱你现在的样子。 我晚上回到家,你猜谁在门口等我呢? 没错,我老婆,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用说,我非常高兴自己没有按她的要求那样批评她。 第二个周日,她在教会报告了作业的完成情况,她的几个女伴走到我身边说,我从没听过更体贴的事了。 当时我顿悟欣赏的力量,弗洛伦兹,齐格菲尔德,这个永远炫导老百会的,最才华横溢的导演,以巧妙的赞美美国女人著称。 他把人们不愿意看第二眼的普通女人,一次次变成充满神秘和诱惑的游物。 在舞台上魅力四射,他知道赞赏和自信的价值,所以只通过他的体贴和阴情,让他们变得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美。 这就是力量。 他很实际,他给和尚团的女孩们涨工资,从每周三十元涨到一百七十五美元。 他还很有歧视风范,在弗里斯每开新场,他当夜就会给剧组的全体明星发贺电,并给和尚团中出演的每个女孩都送一大捧红玫瑰。 有一次我为一阵壁骨风耸獰,六天六夜没吃东西,并不难。 第六天结束时,似乎并没有第二天晚上那么饿。 你我都知道,如果有人让他的家人或同事六天不吃东西,那就是犯罪。 但他们却会六天六周甚至六十年不给他们衷心的赞美。 而他们精神上对赞美的渴望,就像身体对食物的盼望一样。 阿尔弗雷德·朗特主演了《崇玉·维也纳》,这个当时的巨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最需要的东西是对自尊的滋养。 我们为孩子、朋友、员工的身体提供营养,但我们又多么吝啬对他们自尊的滋养。 我们提供牛排和土豆让他们恢复体力,但不给他们欣赏的好话。 而那些话会像沉心的歌唱一样,永远在他们的记忆中畅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作者美国戴尔卡纳基,波音小丸子先生。 保罗哈维在他的广播节目《故事代序》中说过,展示真诚的赞赏是怎样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 他说,数年前在底特律,在教室里跑丢了一只小白鼠,老师让史迪威、穆里斯帮自己找。 你看,他赞赏的事实是,大自然赋予了史迪威某种全班都没有的优势。 大自然给了他一双灵敏的耳朵,作为他对盲眼的补偿。 这真是史迪威第一次因为耳朵的天分,受到赞赏。 好几年过去了,现在他说,这次赞赏的行为是他新生的开始。 你看,从那时起,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听觉天赋,一路变成七十年代那个一鸣史迪威、旺德的大流行歌手兼作曲家。 有些读者读到这儿,就马上说了,哎,失望,拍马屁呗,油枪划吊呗,我早就试过这一套,没用,对聪明人不管用。 拍马屁那一套,当然骗不了明白人,因为它是肤浅、自私、虚伪的,不该有效,一般也没效。 没错,的确有饥渴的人,只要是赞美来者通知,就像一个快饿死的人,甚至会吃草和蚯蚓一样。 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也不对谄媚免疫。 首相大人本杰明·迪斯雷里坦白说,和女王打交道就得夸她,如果用她的原话,她说的是自己用小铲子撒云。 迪斯雷里是遥远的不列颠帝国历史上最干联、最机敏灵巧的管理者,做首相是个天才,但她用着顺手的招数,不一定对你我有效。 从长远来看,产媚是弊大于利的,产媚就是装,就像假币,如果付给别人,你迟早得倒霉。 那么欣赏和产媚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很简单,前者是发自内心的,后者是言不由衷的,前者从心里面流出来,后者从牙缝里吹出来。 前者是没有所求的,后者是藏着私心的,全世界都想要前者,全宇宙都诅咒后者。 我最近在墨西哥的查普尔特佩克宫看到墨西哥英雄阿尔瓦·罗奥布雷港将军的半身像,下面刻着罗奥布雷港将军智慧的哲言。 不必惧怕敌人的攻击,而要提防朋友的产媚。 不不不,我才没有让你学拍马屁呢,远远不是,我说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是一种新的活法。 英王乔治武士有一套六条真言,挂在白金汉宫书房的墙上,其中一条说, 请让我不要给予或接受卑贱的赞美,这就是产媚,卑贱的赞美。 我读到过一个对产媚的定义,很值得写一下,产媚就是,对方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照准了告诉他。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拉尔夫·沃尔多·爱莫生,他说,我们说的都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只需产媚,人人都是这套,那我们就是人际关系专家了。 只要我们没有忙着想一件特定的事,那95%的时间都是在想自己,那么,如果我们停一下,不再思考自己,而是开始想对方的好,我们就不必求助于又见又假的产媚了,因为不用开口,就差不多已经知道要说什么样的话了。 我们平时最忽视的德行之一就是赞赏,不知怎的,当女儿或者儿子把优秀的成绩单拿回来时,我们会忽略赞赏,当他们第一次成功地烤好了蛋糕,或编好了一个小鸟笼时,我们却忘记了鼓励,对孩子们来说,没有比父母的关注和表扬更重要的东西了。 下次在俱乐部里觉得里集很好吃的时候,让人带话给大厨说,做得真不错,当一个疲惫的推销员对你格外殷勤时,请说一句,太客气了。 每个牧师、教师、演讲者都知道那种沮丧,他全身心地面对观众,结果没有一丝欣赏的回馈。 对职业人有效的原则,对办公室、商店、工厂里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来说,则双倍适用。 在人际交往中,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都是人,都渴望欣赏,它是所有灵魂都可以合法享用的温柔。 下次去每天都去的地方,记得留下一点友善的痕迹,感恩的小火花。 下次你再去,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小火花如同点燃友谊的小火苗,然后成为玫瑰红一样灿烂的火焰。 帕米拉·邓纳姆,康涅狄格州新菲尔菲尔德人,有一项职责是管理一个保洁工,那个保洁工做得很糟,楼道里丢得满是垃圾。 同事们都笑他,告诉他干得太差了,太糟了,他更玩忽职守了。 这些方法都失败了,于是帕米拉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激励他,他发现他偶尔会做得很棒,他锁定这一点,认可这一点,当众夸他。 每一天他所有的工作都在慢慢变好,很快就能够有效地干所有的活了。 现在他干得很出色,别人也开始给他认可和赞赏。 批评和业余失败之处,真诚的赞赏则结出了果实。 伤人无法改变人,他本身就是多余的。 有句老话我剪出来,贴在镜子上,每天都自然而然地能够看到。 只有一个当下,我只过一次,所以任何我可以做好的事,或者我可以向任何人传达的任何友善,都叫我现在就去做。 让我不要拖延,也不省略,因为当下只有一个,无法再过第二次。 爱莫生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某个方面常与我,所以可以唯我师。 如果真如他所说,爱莫生可以从任何人身上学到东西。 难道你我不应该一千倍如此吗? 让我们暂停思考自己的了不起,和我们自己的需要,让我们试着找出对方值得称道的地方,这就扔掉了产媚。 给予赞美是要真诚,要出自真心的赞美,不吝啬自己的欣赏。 人们会珍惜你的话,把他当成宝,一生不断地细细品味。 许多年后,甚至你都忘了,对方还在一遍遍细细品味。 原则二,请不要吝啬发自内心的,不做作的赞美。 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有收书,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 作者,美国戴尔卡纳基。 译者,暴容奔苹果。 播讲,小丸子先生。 后期,飞檐。 第五集,让整个世界前来为你助力。 小时候,我每年夏天都会去免阴钓鱼。 就我本人而言,我特别喜欢吃草莓和奶酪。 但我发现,鱼儿不喜欢,反而爱吃秋蚁,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我去钓鱼的时候,就不是想自己爱吃什么,而是想他们想吃什么。 我不用草莓或奶酪作儿,而是勾上一条秋蚁或一只栅梦放进水里。 对鱼儿说,你要不要吃这个? 这是个常识。 那么钓人时,为什么要违反他呢? 一战期间的英国首相,劳艾德·乔治,就从不违反。 有人问他,其他战士领袖早被遗忘,例如威尔逊,奥兰多,科列猛缩,为什么他还能一呼百应? 他回答说,如果他的影响力可以解释为一件事的话,那就是,他知道必须放对了鱼儿喜欢的耳。 为什么只谈我们爱吃什么?那是幼稚可笑的。 当然,你对自己爱吃的东西很感兴趣,永远都感兴趣,但别人没兴趣。 其他所有的人也跟你一样,我们只关心自己爱吃什么。 所以世界上唯一能影响他人的方法,就是谈论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告诉他们如何获得。 明天你要别人为你做什么事的时候,记得这句话。 比如,如果你想让孩子不吸烟,不要唠叨,聊你想要什么,你只需要告诉他,香烟会削弱体能,就参加不了棒球队了,或者跑不赢百米短跑了。 这很值得记住,无论是管孩子,还是管小牛毒,大猩猩。 比如有一天,爱莫生和他的儿子要把一头小牛牵进牛棚式,就犯了普通人的错误,只想自己要什么。 爱莫生在后面推,儿子就在前面拉,而小牛跟他们一样,也只考虑自己想要什么,所以绷起腿,死活不肯离开草地。 旁边的爱尔兰女佣看到他们的困境,她可不会立言著书,但至少这次她更懂常识,懂得小牛的感觉。 她考虑到了小牛想要什么,于是像母亲一样把手指放进小牛的嘴里,让她瞬息,然后温柔地把她引进牛棚。 从你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天开始,你做出的所有行动,都是因为你想要什么,那么给红十字会大捐一笔呢? 是的,也不例外,你捐钱,行善举,是因为你想完成一件无私的,动人的,甚至神圣的事。 这些是你们记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如果对这种感觉的渴望,没有胜过你想要那笔钱,你就不会捐了。 当然,也可能是你不好意思拒绝才捐的,因为一个伙伴在请你捐。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捐款,乃是因为你有捐款的需要。 哈里A,向佛斯特里特,在启人心智的《如何影响他人的行为》中说。 行为来自我们深深的渴望,所以对于享有增加说服力的人,无论你是在公司里,家里,学校里,政坛上,我能给出的最好的忠告,就是首先要诉诸对方的内在需要。 若能做到这一点,整个世界都会向你招手,否则整个世界都将离你而去。 安德鲁卡奈西,这个赤贫的苏格兰小伙,一开始出门打工时,每小时只有两美分,后来捐满了三百六十五百万美元。 他早早地就学会了唯一能影响他人的方法,那就是考虑对方想要什么。 他只上过四年学,但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比如,他的嫂子很担心两个儿子,两个孩子都在耶鲁念书,忙自己的事不给家里写信, 完全不理会忧心如焚的母亲的家书。 安德鲁卡奈西说,要立一个一百美元的赌,自己写信,侄子们一定会回,甚至不必要求他俩回信。 有人应战,他给两个侄子写了封闲信,在信后随意附了一句,说给他们每人寄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但他没把钱装进信封,很快就有了回信,两个侄子感谢他们亲爱的安德鲁叔叔温柔的来信。 但是,你可以自己填完这个句子。 另一个说服的案例来自我们的学员斯坦诺瓦克,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使人。 一天晚上,斯坦下班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小儿子蒂姆在客厅里又踢又叫,他第二天要上幼儿园了,他不想去,正在抗议。 斯坦的常规反应应该是叫他回房间去,告诉他最好自己决定去幼儿园。 但今天,他认识到那么说根本没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作者美国戴尔卡纳基。 波音小丸子先生。 蒂姆上了学也会不开心,斯坦坐下来想想,如果我是蒂姆,我怎么样才能够特别想去幼儿园呢? 他和妻子写了一个清单,列了蒂姆喜欢做的所有乐事,比如用手指画画,唱歌,认识新的朋友,然后他就付出行动了。 我们全家开始在餐桌上用手指画画,我妻子李尔,我另外一个儿子鲍博,还有我,他们玩得很开心。 蒂姆很快就开始从墙角探头,偷偷看过来,然后开始请求加入。 啊,不行,你还没在幼儿园学怎么画呢? 然后,我鼓起所有的热心,绿数清单上那些在幼儿园会经历的乐事,用他能听懂的语言。 第二天一大早,我觉得自己起得最早了,我走下楼梯,发现蒂姆在客厅椅子上睡得正香。 你在这儿干嘛?我问。 我正在等着去上学,我不想知道。 我们全家的热情在蒂姆心里唤醒了一种迫切的需要,怎么讲道理或威胁都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明天你想说服别人做什么事的时候,开口之前先停一下,问自己,我怎么能使他自己想做这件事呢? 这个问题可以阻止我们莽撞地闯进一个境遇,徒劳地谈论我们的愿望。 我租过纽约一家酒店的大会堂半班,每个季度需要二十万。 在某个季度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说租金涨了,涨幅差不多是之前的三倍。 接到消息时,我的听课这么多音了,都发了,课程安排也早就发布了。 我自然不愿多付钱,但是和酒店聊我想干什么,有用吗? 他们关注的是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几天后,我去见酒店经理说。 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有点吃惊,但我绝不是在怪你,如果我站在你的位置上,想必我也会写封类似的信。 你是经理,职责就是尽量多盈利,如果你不那么做,就会被撤职,也应该被撤职。 现在,我们拿张纸出来,写一下坚持加这么多租金对你的利弊。 我拿出一张纸,画了一道竖线,把纸一分为二,左边写上利,右边写上B。 我在利的那边写出,会堂会空出来几个字,然后说,会堂空出来,你就可以租给别人开会或办舞会了,这是一大例。 那样得来的钱,要比租给一个培训班要多。 在这整个季度,如果我站二十个晚上,你就必然会损失一大笔生意。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B。 首先你从我这里得到的钱,不是增加,而是降低,而且是降低到零。 你的要效太高,我给不起,我得被迫另选他出来办班,对你来说还有第二个B。 这个班会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在你的酒店里汇聚,这对你来说是很好的广告,不是吗? 实际上,你花五千美元在媒体上铺广告,效果也不见得比我的课更好,很多人会来看你的酒店,这对酒店来说值一大笔钱,不是吗? 我边说边在B下面,写下这两条,把纸交给他说。 我希望你能够仔细考虑涨租金会给你带来的利弊两方面,然后告诉我最终的决定。 第二天我收到来信,通知我租金加50%,而不是之前的300%。 请注意,我得到这个降价,根本没说过一句我想干什么,我一直都在说对方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得到。 如果按一般人的正常做法,也许我会闯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说,你什么意思,涨三倍租金,你知道的,听课证都印好了,课程安排都公布了,300%,可笑,荒唐,我不会给你的。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争执就会升温,沸腾和喷茧,而你知道争执一般都会如何收场,即使我说服了他,让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的自尊也无法让他退步和妥协。 这是人际交往这门艺术曾经给出的最好的忠告之一。 亨利福特说,假如成功真有个秘诀的话,那就在于一种能力,你能看到对方的视角, 站在他的位置上看问题,就像那是你自己的视角。 太对了,我想重复一遍,假如成功真有一个秘诀的话,那就在于一种能力,你能看到对方的视角,站在他的位置上看问题,就像那是你自己的视角。 他如此简单,直白,任何人一眼就看出他是真理,但是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都忽略了他。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作者美国戴尔卡纳基, 译者暴容奔苹果,播讲小丸子先生,后期飞檐。 第六集 举个例子 明天早上看看你桌上铺满的信吧 你将会发现,大部分都违反了这个下对于尔的常识和重要原则 比如这封,是一个分布铺满整个大陆的广告公司的广告部主管,写给全国的地方性广播站经理的 我用括号注明我对每一段的反应 至约翰·布兰克先生,印第安纳州布莱克维尔市 亲爱的布兰克先生,本公司希望在广播广告界保持领袖地位 括号 谁关心你们公司想要什么,我有自己的事儿要烦,银行在催贷款,否则收回房子,重灾正在摧毁鼠亏 股市昨天暴跌,我早上没赶上八点一刻的车 昨晚穷司开舞会,没叫上我,医生说我有高血压和神经炎,头皮泻太多 然后发生了什么,我早上来到办公室看到在纽约有个傲慢的小人,唠叨他们的公司想要什么 我呸,如果他意识到自己,信到底给我什么感觉,他早就滚出广告界去生产催眠药了 回括 本公司全国的客户是我们业务网的开始,之后我们停在了行业第一,并数年保持 括号 你们是有钱的大公司,行业老大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就算你是通用汽车,通用电器和美国陆军总部加起来那么大 我他们都懒得理你,假如你有疯鸟一半的脑子就该明白 我只关心我有多大,而不在乎你有多大 你谈了半天你多么成功,搞得我感觉自己好像很渺小,很不重要似的 回括 我们希望将各广播电台的最新动态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括号,你们希望 你绝对是头蠢驴 我才不管你希望什么呢 何众国总统希望啥关我屁事 我就告诉你,我只在乎我希望什么 而你这满指荒唐眼里一个字都没提 回括 所以你是否可以将本公司加入优先名单 每周优先给我们提供柜台的动态 所有对一个智能预定时间段的广告公司有用的细节信息 括号 优先名单 你还真有单子 你夸夸其谈搞得我感觉自己很小 还让我把你列在优先名单上 请求时甚至连个请字都没写 回括 极客富函将你们的动态告知我公司 将使双方受贿 括号 你这蠢蛋 我正烦贷款重灾和我自己的血压 你寄给我一封像秋天的落叶一样 到处撒的廉价的格式信 还有胆子叫我坐下来亲自写信 回复你那封格式信 还要我极客去做 极客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知道我比你还忙 最起码我想认为自己很忙 我问你 在这件事上谁给你的权利像奴隶主一样指挥我干这干那 你说双方受贿 终于 这终于是开始看到我的立场了 但是太模糊了 怎么使我受贿 回括 紧致问候 约翰 都 广播部主管 PS 随信令赴布莱克维尔报一份 也许你会想在柜台播报 或好 啊 终于 在最后的父亲里头 你提到了可以帮我办事的东西 为什么不用他做信的开端 但那又有什么用 任何广告公司的人 犯你在这封信里犯的傻错 脑子一定不正常 你不需要寄信来索要我们的最新动作 你需要的是在你的假状线里注入一生点酒 回括 如果一个做了一辈子广告的人 在影响大众的购买行为的艺术中 堪称专家 竟然还写出这种信来 那么 肉商 面包商 和鸡公们 又会怎样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人性的弱点 增定权益版 作者 美国戴尔卡纳基 波音 小丸子先生 这里还有一封 是一个大运输公司的总监 写给我们的学员 爱德华 维尔梅伦先生的 收集人看了有什么反应呢 先读读 然后我再跟你说 至爱德华 维尔梅伦先生 A 泽雷加兄弟公司 纽约市 布鲁克林区 前期28号 先生 B处收货码头的运行受阻 因为卡车 都集中在 傍晚时分来送货 这造成了排队 我们的人员 加班加点 仍会言无外发 所以偶尔无法按时送帝 11月10日 我们一下收到贵公司 多辆510件的货物 下午4点20送来的 为了消除无法按时送帝的不良影响 我们希望跟贵公司合作 以后如交运大批货物 是否可尽量提早送来必出 比如上午先送过来一部分 这种安排对贵公司的益处是 你们的送货卡车 可以迅速卸货 且能够保证我们收到你们的货后 当天就能发出 紧致问候 泽雷加公司销售经理 维尔梅伦先生 看过信之后 就叫人送给我看 上面有他的批准 这封信的结果 是事与愿违的 信上先说运输公司的困难 但我们一般不关心这个 然后对方要我合作 但他根本没想 那是否对我们有所不便 信最后才说 如果我们合作 就可以使我们的卡车迅速卸货 还能保证我们的货 可以在当天发出 换句话说 他最后才说 我们最关心的事 所以整体起了反效果 他激起的不是合作的愿望 而是抗拒感 现在我们看看 是不是可以重写这封信 改善一下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谈自己的问题 就像亨利福特告诫的 让我们看到对方的视角 站在他的位置上 看问题 就像那是你自己的视角 这里是一种改法 也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不是有进步呢 至爱德华 维尔梅伦先生 A 泽雷加兄弟公司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前街28号 亲爱的维尔梅伦先生 14年来 贵公司一直是我们 最欢迎的主顾之一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照顾 自然非常愿意 为贵公司提供 理所应当的 快速有效的服务 但我们很遗憾地说 在11月10日那种情形下 这是无法做到的 贵公司的卡车队 在将近傍晚 一下子交来一大批货 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呢 因为很多其他客户 同时也在这时交货 这自然会造成拥堵 这不可避免的 使贵公司的货车 堵在码头 还是你们的货 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发出 这不好 但这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们尽量 在上午把货交过来 你们的卡车 就能迅速流动 你们交运的货 也可以立即处理了 必处的工人每晚 也可以早点回家 品尝贵公司生产的 鲜美面条和通心粉 无论贵公司的货物 何时送达 我们都乐意 全力迅速为你们服务 你很忙 所以不必费神回信 谨致问候 巴巴拉安德森 本来在纽约一家银行上班 他为儿子的健康考虑 想搬去亚利桑那州的 菲尼克斯城 使用在搬上学到的原则 他给菲尼克斯的12家银行 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先生 对于像贵航一样 迅速发展的银行来说 我十年的银行工作经验 也许有用 在纽约银行信托公司 学会的关于金融工作的 各种能力 使我信任支行经理 我掌握了每个金融环节 所需要的能力 包括客户维持 贷款 存款和行政管理 我五月将搬家去菲尼克斯 相信我可以为贵航的发展 和利润做出贡献 我将在四月三日那周 前往菲尼克斯 如果有机会展示 如何帮助贵航达的目标 将不胜感激 乘治问候 巴巴拉L安德森 你觉得安德森夫人 这封信会有回音吗 12家银行回复了11家 请他去面试 他需要选择 接受哪家的邀请 为什么 安德森夫人 没说自己想要什么 信里只写了 他能如何帮助对方 重点是对方需要什么 而不是自己想要什么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推销员 沉重地踏在路上 疲倦 沮丧 赚不到什么钱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总是只考虑 自己想要什么 而不明白 你我都不需要买他的东西 如果需要的话 早就自己出去买了 我们永远都只关心 能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东西 如果哪个推销员的服务 货物真的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 他就不必推销了 我们会主动买的 客户喜欢觉得自己是在主动买 而不是被推销 但有很多推销员一辈子都在推销 从不站在买主的立场上看问题 举个例子 我在大纽约中心的临山私人住宅区 住了很多年 买房子之前的一天 我正向车站走 遇到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自称在那一带做了很多年 他对临山这么熟 我就立刻问他 那种食物用的铁板条 还是空心砖呢 他说不知道 然后说了一些我知道的事情 他说 我可以打电话给临山花园的物业问问 第二天一早 我收到他的来信 他是不是提供了我需要的信息 不必写信啊 一个电话六十秒就搞定了 他没有提供信息 还是叫我打电话去问 然后让我答应他 让他来办贷款 他并不关心怎么帮我 他只关心怎么帮自己 本集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有收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 作者 美国戴尔卡纳基 益者 暴容 奔苹果 博家 小丸子先生 后期 飞檐 第七集 J.霍华德 卢卡斯 亚拉巴马州 博明汉人 跟我说 同一个公司的 两个销售员 是怎么处理 同一件事的 他说 几年前 我是一个 小公司的管理层 附近有家 大保险公司的分部 他们的销售员 划分区域 而我们公司那块 被分给了两个人 我叫他们 卡尔和约翰 一天早上 卡尔来我们公司 闲聊了几句 说他们公司 最近推出了一款 专门针对 各公司管理层 的人寿保险 觉得我们 可能会感兴趣 他说 问清楚后 就来跟我们说 那天 约翰看到 我和同事们 喝咖啡休息完后 正走回办公室 就在路边大喊 嘿 鲁克 请留步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们 他急走两步 非常激动地 跟我们说 他们公司那天 新制定的 针对管理层 的人寿保险 就是卡尔 所以聊到的那种 他想给我们 开第一单 他重点针对 城堡范围 说了几条 然后说 这保险太新颖了 我明天就叫总部 派人来详细 解释给你们听 不过现在这会儿 先把申请表 签个字吧 那他就可以 更多的信息 可以参考了 他的激情感染了我们 我们很想要这种保险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 任何细节 保单拿来之后 就确认了约翰起初 对这种保险的理解 我们每个人 从他那里买了一份 后来还加倍了 城堡范围 卡尔本来可以做到的 但是他没有努力唤起 我们想买保险的渴望 世界上充满了找钱 找自己的人 先放下自己 努力为他人着想的人 是少数 所以他们有无穷的优势 卡尔和约翰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大律师兼美国顶级商业领袖 欧文 D 杨格曾经说过 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理解对方的心理活动的人 从不需要担心 未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读完这本书后 你只得到了一个东西 即使从这本书里 你只得到了一个简单的技术 也就是总能考虑到 对方的视角 那他就能成为一块 实打实的视野之砖 从对方的视角进行观察 诉识他内心的极切渴望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操纵对方 让他做一些只对你有利 而对他有害的事 不 双方都应当从协商中有所得 在写给维尔梅伦先生的信中 写信人和收信人 都会通过执行建议而获得 在安德森夫人写的信中 银行和他本人是双赢的 银行得到了一个有价值的雇员 安德森夫人得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而在约翰卖保险 给卢卡斯先生的例子中 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 还有个双赢的案例 来自迈克尔一 威登 罗德岛卧里客人 利用了诉出热血需要的原则 他是 翘牌石油公司的区域销售 迈克想成为那一片的首席销售 但有个加油站成了拦路虎 加油站老板是个老头 特别不愿意保持加油站的卫生 破破烂烂的严重影响了汽油的销售 小老板根本不听迈克对升级加油站的请求 多次谈心并劝了很久之后 没有任何效果 迈克决定 请小老板去访问 翘牌当地新开的加油站 结果他对那里设备环境大为震惊 而迈克再去他那里的时候 整个加油站都干干净净的了 销量增幅创造了契路 迈克也成为本地区的首席销售 他所有的谈话讲道理都没管用 但通过领着小老板参观最新的加油站 他在小老板的心里唤起了迫切的需要 他达到了目的 小老板和迈克取得了双眼 很多上过大学读过维基尔 懂神秘的维基分的人 从未发现自己的心是怎么转动的 比如有一次 我给惠普公司指那个大空调生产商 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 办过一个沟通方面的课 有个学员要劝其他人 在业余时间打打篮球 他说 我想请你们去打篮球 我就喜欢打篮球 但前几次去体育馆 人太少凑不成局 还有一个晚上 我们两三个人只能玩投球 我的眼睛还打紫了 我希望你们明晚都来 我真的很想打篮球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 作者美国戴尔卡纳基 波音小丸子先生 他说了别人 我再一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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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尿这张 他信守承诺 因为他的骄傲在里面 这是他的床 是他自己买的 他还穿着男人才穿的睡衣 他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他做到了 还有一个父亲叫 KT杜奇曼 他是一个电信工程师 也是班里的学员 他无法让三岁的大女儿 吃早餐 常规的责骂 请求 哄等方法都不管用 所以他的父母问自己 我们怎么才能让他吃呢 小女孩喜欢模仿母亲 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 是大人了 所以一天早晨 他们让他站在一张椅子上 让他来做早餐 他正脚卖片了 父亲趁机溜进厨房 他看到父亲进来就说 啊 爹爹 你看 是我在做卖片呢 那天早晨 哄都没哄 他就乖乖地吃了两碗 因为他在意那粥 满足他的价值感 做卖片给他的自我表达 找到了一个途径 威廉温德有一次说 自我表达 是人性的主要需要 那么 为什么我们不在工作中 使用同样的心理原则呢 当我们有个好点子 不要让别人觉得 那是我们的点子 为什么不让他们 自己搅拌一下这个点子 做那份早餐呢 他们会觉得 那是他们的 他们会喜欢他的 没准 也会喝两碗呢 请记得 首先要 诉诸对方的内在需要 若能做到这一点 整个世界 都会向你招手 否则 整个世界 都将离你而去 原则三 诉诸对方的 内在需要 本集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有收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 作者 美国戴尔卡纳基 益者 暴容 奔苹果 博奖 小丸子先生 后期 飞言 第八集 这样做 谁会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读一本 如何赢得朋友的书呢 但是又有什么理由 不像有史以来 世界上最会交朋友的人 取取经呢 她是谁 你明天走在街上 就会遇到她 当你走到离她 一米远的时候 她就会摇动 她的尾巴了 如果你停下来 摸摸她的头 她就会开心极了 告诉你 她有多喜欢你 而且你知道 她表面喜欢你 背后没有任何企图 她不是想卖给你 一套房子 也不打算 要你做她的老婆 你是否曾经想过 狗 是唯一不靠 工作虎口的动物 鸡要生蛋 牛要产奶 金丝却要唱歌 但狗 不需要给你 任何东西而生活 它只需要 给予爱 父亲在我五岁时 花五毛钱 给我买了一只小黄狗 它是我童年的光 和欢乐 每天下午四点半左右 它都会坐在院子门口 用她那双迷人的眼睛 直勾勾地 望着门前的小鹿 一听到我的声音 或者看到我 挥动着饭盒 露出灌木丛 它就会像箭一样射出去 喘息着 窜上小山来接我 高兴地跳着 纯粹欢喜地叫着 DP一直做了我五年的玩伴 悲哀的是 在一个我永远 无法忘记的晚上 它在离我不到 三明远的地方 被雷劈死了 它的死 是我童年时代的悲剧 DP 你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心理学书 你也不需要读 因为你有某种神圣的本能 天生懂得 真正喜欢别人的人 两个月内交道的朋友 比努力让别人喜欢自己的人 花两年时间 交道的朋友更多 让我重复一遍 如果你喜欢别人 那么两个月内交道的朋友 要比努力让别人喜欢你 在两年里交道的更多 但你我都认识很多人 一辈子的大错就是 只想让别人喜欢自己 那自然是徒劳的 人们不在意你 也不在意我 人们在意他们自己 早上在意 中午在意 晚饭后也在意 纽约电话公司做过一项 细致入微的研究 调查通话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哪个字 你猜对了 人称代词 我 在500次通话中 出现了3990个我 当你面对你的合意 首先会找谁 如果人们只想打动别人 让别人喜欢我们 我们就绝对不会 有太多真正贴心的朋友 朋友 真正的朋友不是这么交来的 拿破仑试过错误的方法 他最后一次和妻子 约瑟芬见面的时候说 约瑟芬 我曾经是世界上 有史以来最幸运的男人 但是此时此刻 你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依靠 但历史学家怀疑 他不是真的能依靠他 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 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 写过一本叫 生活对你应有的意义的书 他在其中说 不关心别人的人 会活得最苦 也最遗害他人 所有的人类失败 都来自这些人 也许你读过数十本 大不投心理学论著 但是没有找到一句 这样的话 可以启迪你 阿尔弗雷德这句话 太丰满了 我要重点强调一遍 不关心别人的人 会活得最苦 也最遗害他人 所有的人类失败 都来自这些人 我在纽约大学听过一个短篇小说写作课 其间有个顶级刊物的主编 来颁上讲课 他出自己桌上 总是摊满了几十篇故事 随便挑上一个读上几端 他就能够判断出作者懂不懂爱人 如果作者不喜欢人 他说就没人会喜欢他的故事 这位蜡手大主编 在讲小说写作的课上 两次中断 为自己的说教道歉 我跟你们说 他说 这跟步道一样 但很重要 一定要记住 要做一个成功的小说家 你得爱人 如果这对写小说来说是对的 和人面对面打交道的时候 就更对了 公认的魔术大师 霍华德·塞斯顿 上一次登台百老会 晚上我去化妆室找他 他四十年来走遍世界各地 一次次地创造幻想 迷住和惊呆观众 六千多万人看过他的表演 他几乎有两百万美元的利润 我请塞斯顿先生 聊聊他的秘诀 教育自然没法解释 因为他小时候离家出走 四处流浪 爬火车 睡草堆 挨家乞讨 靠从车窗看沿路广告 认识了几个字 他有高超的魔术知识 不 他说 世界上出版过成百上千的魔术书 很多人懂得和他一样多 但他有两个东西 是别人没有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人性的弱点增定权益版》 作者 美国戴尔卡纳基 波音 小丸子先生 第一 他把自己的人格 铺满整个舞台 他掌控表演 他了解人性 他所做的一切 每个姿势 每个语调 美貌的每次上扬 都提前反复琢磨 他动作灵敏 能精确到秒 第二 他真的热爱自己的观众 他对我说 很多魔术师 望着观众时都会心想 啊 一堆傻瓜坐在那里 我要好好骗骗他们 但塞斯顿完全不是 他说 每次自己上台 都会暗想 有这些观众来捧场 我心怀感恩 他们使我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我要全力以赴 回报他们 他说 每逢走上台前 都会默念 我亲爱的观众 我亲爱的观众 荒诞 可笑 你爱怎么想都行 我只是叙述一个 史上最著名的魔术师的做法 我为家评论 乔治代客 宾州北沃伦地区人 被迫关了自己的加油站 退休了 干了三十年了 但一条新高速公路 正好穿过他那块地方 很快 无聊的退休生活让他开始心烦 他捡起自己以前的小提琴 开始玩音乐 打发时间 很快 他开始走遍当地去听音乐会 听演讲 遇到了很多著名的小提琴家 他为人谦虚和善 喜欢听所有遇到的音乐家 讲自己的故事和兴趣 虽然他自己不是个伟大的小提琴家 但在赶场中交了很多朋友 他参加比赛 很快有了粉丝 在美国东部的乡村音乐界 有金爪县的小提琴胡子 乔治书之城 他成名的时候已经72岁了 享受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他总是喜欢别人 所以当很多人觉得 他盛年已过时 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也是西奥多罗斯福 人气特别高的秘诀 甚至佣人们都很爱他 他的贴身男仆詹姆斯 一阿摩斯写过他一本回忆录 叫《西奥多罗斯福 他的男仆的英雄》 阿摩斯在书中说了一件 很有启发性的事 有一次我妻子问总统 美洲唇长什么样 他曾没见过 他就详细地给他描述 不久后 我家的电话铃响了 阿摩斯夫妇住在 罗斯福的 牡蜜湾庄园的一个小屋里 我老婆接的 是罗斯福先生本人 他打电话告诉我说 现在他在窗外 正好落着一支美洲唇 向外瞅一眼就能看到 在意这种小事情 是他的性格 不管他什么时候 经过我们的屋子 甚至看不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会听到 姆尔 姆 姆 塞姆斯 这是他经过时 亲切的招呼上 一个员工 怎么可能不爱这样的一个老板 任何人怎么可能不爱这样的一个人 有一天罗斯福进白宫去见塔夫托总统夫妇 两人恰好都不在 看得出她是真爱下属的 因为她实际上在用名字称呼曾经的老仆人们 甚至做杂物的女仆 当她看到爱丽丝 那个厨房女工 亚奇巴特写道 就问她是不是还在做玉米面窝头 爱丽丝说有时候还做给仆人们吃的 但谁也不动 罗斯福大声说 那是他们没口福 我看到总统就告诉他这件事 爱丽丝用盘子端了一块给她 她边走向办公室边吃 边走边和遇到的园丁和别的工人打招呼 她像过去一样叫每个人的名字 艾克胡福在白宫